居然 好各位朋友晚安 又到了TheCatcherInRide的 倒讀 解千時間 那我們就要從新的章節開始 第六章 我說第六章以上已經漸入佳境 到很好看的 慢慢開始好看的地方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原來怎麼唸的 整個完整的第六章 我們聽一下 一段一段的来讲解 一段一段的目标 好 我觉得一句 一句的来讲解 先看一开始 好 一开始 somethings are hard to remember 他那个不是something连在一起 他分开写 就是有一些事情 复述 are hard to remember 有些事情 很难记起来 I'm thinking now of when their later got back from the state with Jane 他说我正在 现在正在 一直想着 their later 他的室友监学长 什么时候会约完会 回到寝室里面来 就是 whentheir later got back from the state 这个date是约会 with Jane 跟他的 两个 两年前的夏天 的邻居 Jane I mean I can't remember exactly what I was doing when I heard his goddamn stupid foot steps coming down the corridor 他说 我的意思是讲 我真的记不起来 到底什么时候 不是到底什么 我实在记不起来 我到底在干嘛 当他听到 他学长的脚步声 那个 很 很可恶的 很愚蠢的脚步声 意思就是说 他一直在听 他学长什么时候会回来 因为他讲九点半有门禁 他要送那个Jane回去 那为什么搞到现在三更半夜都超过九点半那么久了 他还没回来 他觉得就越来越忐忑不安 怕他学长搞出 搞东搞西搞出什么 奇怪的名堂来 他就很紧张 所以就东想西想 然后呢 一直等不到他学长的脚步声回来 结果等他听到的时候 他就有一点点失调了 失觉失调 他就记不起来说 他听到他学长那个 那个脚步声 脱的那个脚步声 从走廊这边传过来 那个脚步声的时候 他到底在干嘛 他已经忘记了 I probably was still looking out the window But I swear I can't remember 他可能 仍然望着窗外 的血紧 血虽然已经停了 他可能还望着窗外 但他发誓 他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 这个叫做暂时性的失忆症 可能也是失觉失调的一种 症候群 这样子 就有时候你太担心什么事情 等到你担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突然会 我什么都不记得 这样子 这叫暂时性的失忆症 这样子 那我以前也时常听长官跟我讲 我什么都不记得 因为以前我在华府 很多国内的访团到华府去访问 那我们那个陆军小组呢 人很少 基本上就是 我们号称五官 下面就我一个人没人了 我自己要把所有事情搞定 所以大部分接机啊 送机啊 安排饭店啊 安排行程都是我去负责 所以我跟来访的长官都 基本上就几乎天天在一起了 可是这些长官回国之后呢 就假装不认识我了 见面好像看到空气一样 虽然他们有些是长官啦 我应该看不很好 但是 我就碰到很多长官讲说 你在美国那一段 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我全部忘光了 你不要跟我撤美国那一段 哈哈哈哈 这样子 就是暂时性失忆症 好 那事实上我也不太想扯了 扯出来也都是一些狗屁倒灶的事 但是也没什么好扯 好 I was so damn worried 他说我实在是担心的不得了 我着急死了 这样子 That's why 那是为什么我会失忆症的原因 因为 到了一定的程度会断线 思绪断线 理智线断掉了 都有可能 就一片空白忘记了 When I really worry about something I don't just fall around I even have to go to the bathroom When I worry about something 他说 他真的很担心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不只是 在那边六神无阻 思绪失调 不是那个叫什么 思绝失调 他不只是这样而已 他甚至呢 会一直上厕所 紧张过度一直上厕所 当他很担心某件事情 但这次不一样 Only I don't go I'm too worried to go 他说 这次我紧张到想上厕所 我连上厕所我都不敢去 因为我怕一去 我紧张的事情就被 中断掉了 就是他紧张到 连上厕所都去不了 哈哈哈 表示这次是真的很严重 这样子 以往从来没有过 I don't want to interrupt my word to go 因为为什么 他下意识里面 不想因为他担心的事情 因为他去上厕所化解掉了 就忘了 就不担心了 表示说他很想追根救你知道 他担心的事情的结果发展是什么 他不想因为 上完厕所之后 他的忧心的情绪冲淡 他就忘了这件事了 这是他为什么不去上厕所 就憋住这样子 if you knewstrelator you'd have been worried too 他说如果你认识strelator 这个家伙的话 你也会跟我一样 会很担心 担心到你 平常急着上厕所 你都不愿意去上 哈哈哈 I double dated with that bastard a couple of times and I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他说啊 这个我不是乱讲 我之前曾经跟他一起 西班 约会 那个叫double dating 就是两个人约好 他跟strelator 约好 各自带各自的女伴 一起约会 这个叫double dating 他说我以前 就是这样 用double dating的方式 各自西班 跟strelator 去约会过 好几次 经验非常丰富 我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绝对不会误判 他一定会有一些 令人担忧的事情 我一定要问清楚 这样 所以他连厕所都 都省掉了 he was some scrupulous he really was 他说他是一个做事情不动大脑的人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完全不思考 完全 是那种 没有大脑的人 所以他会做出什么奇怪的事情 没人能够预测 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那个叫un scrupulous 他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人 就是 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随性而为 没有不经过大脑思考的 好我们再来往下听 看看我原来怎么念 之后我们再来用慢版的念一遍 正常版的念一遍 这样 I really worry about something I don't just fool around I even have to go to the bathroom When I worry about something Only I don't go I'm too worried to go I don't want to interrupt my worrying to go If you knew Strat later You'd have been worried too I double dated with that bastard a couple of times And I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He was unscrupulous He really was Anyway The corridor was all linearly And all And you could hear his goddamn footsteps Coming right towards the room I don't even remember where I was sitting When he came in At the window Or in my chair of his I swear I can't remember He came in Griping about how cold it was out Then he said Where the hell is everybody It's like a goddamn moic rack Thank you Oh 我把後面再念一下 Anyway The corridor was all Linoleum Linoleum Linoleum是指 我如果沒念錯的話 它是一個材質 它是一種薄的 地板 一片一片的那個 像塑膠 但是會亮亮的 這樣子 一片一片鋪起來 或者一大片鋪起來 會反光 蠻亮的 所以很容易清潔 不用打蠟 一隻塑膠片 那個材質叫 Linoleum 或是Linoleum 我記得是這樣唸 他說這個地板 走道的地板 是Linoleum 這種 材質鋪陳 所以走在上面 一定會 因為那個材質 像塑膠 硬塑膠一樣 硬硬的 And you could hear his goddamn footsteps coming right towards the room 很清楚的可以聽到 他皮鞋敲在 那個Linoleum 的地板上 然後這樣 但每個人走路都有 習慣性的腳步聲 你如果聽久了 你就可以分辨出來說 這個腳步聲是誰的 那個腳步聲是誰的 很容易聽出來 那以前我在路總部上班的時候 我們組長很討厭我 他就跟我疊對疊 結果因為 智商太低太笨了 我每次走到 他每次都來突襲我 我都聽到他走廊上腳步聲 因為他走走走路的腳步聲 是急促 短和急促 那我走路沒聲音 哈哈哈哈 我走到他後面跟蹤他好久 站在他後面已經五分鐘了 他都不知道我站在他後面 哈哈 他也是火大 他也是被我嚇到火大 叫我把鞋子換掉 因為他認為是我穿了一種 軟鞋跟的一種休閒鞋 有點像Rockport這種 休閒皮鞋 所以導致 他被我跟蹤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發現我在後面 但有點 有可能他耳背啦 或是說 根本就沒有情報方面的素養 這樣子 結果就逼我把 他說劉佳 我明天再看到你穿這種不合規定的鞋子 小心我寄你過 但我是不怕寄過啦 哈哈 我已經被寄到爆了 那我還是換了啦 給他一點面子 他還是聽不出來 他完全分辨不出我的腳步聲 但我以前在戰訓署 全署都知道我 會公文都是用跑的 順便運動 只有看到我拿的公文到處跑 整棟樓層 整棟樓層到處跑 這樣子 所以 腳步聲很容易被人家 如果你走路的方式是固定的話 我們很容易從 人的腳步聲 聽出來是誰 這樣子 所以這個Holden 他就從那個Linolian 的地板 聽出來說 那個Strader已經慢慢走過來了 這樣子 I don't even remember where I was sitting When it came in 他說我甚至已經 思覺失調到 那個記憶 暫時性的思議 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連Strader進門的時候 他都忘了他坐在哪裡了 到底坐在窗戶旁邊看窗外發呆呢 還是坐在我的椅子上 還是坐在他的椅子上 我發誓我真的記不起來了 這是這句話的意思 I don't even remember where I was sitting When he came in Out the window We're in my chair of his I swear I can't remember 這是蠻嚴重的 He came in griping about how cold it was out Strader一進來先抱怨說外面真冷 能料死 Then he said Where the hell is everybody 他說 他都跑哪去了 他玩瘋了 他不知道 不知道說 那天放假 It's like a goddamn morgue around here 那個 morgue是 殯儀館停屍間 他說怎麼搞的 這邊空蕩蕩的 冷冷清清的 陰陰涼涼的 這個地方怎麼感覺到沒有人氣 感覺跟殯儀館一樣 看不到人 身而無盡 I didn't even bother to answer him 他說我連回答都懶得回答他了 就是連今天禮拜六 禮拜天休假都不知道 If he was so goddamn stupid Not to realize it was Saturday night And everybody was out Or asleep Or home For the weekend I wasn't going to break my neck Telling him Holden也蠻乾脆的 他就想 懶得理他 他說 如果他真的笨到 失智到 今天是禮拜天晚上 現在是禮拜六晚上 大家都出去玩了 或是已經睡著了 提早就寝了 或者是回家過週末了 連這一點他都不知道的話 我 何必 浪費我的力氣去告訴他 解釋一大堆呢 那個break my neck 就是說 我懶得 我也不必 太耗費力氣去解釋這一段了 就直接不理他就好了 他就這樣 那個break my neck 有點像廢神 他說 如果連禮拜六 禮拜六晚上 大家會幹嘛 又不是新來的 他都不知道 表示說他確實是有一點問題 可能想 深冬即西 或是說 先擾亂一下Holden 問一些很奇怪的笨問題 擾亂一下Holden 這樣子 He started getting undressed 然後他就開始 換裝了 把原來跟他借的衣服夾克聖裝開始換了 It didn't say one goddamn word about Jan 他說他 連Jan一句話有關他的事情都不講 一語不發 避而不答 Not one 一個字都不講 尖不吐 尖不吐死 也不是尖不吐死 他連提都懶得提 根本不講 Nither did I 他說那我也不問 你不講我就不問 I just watch them 我就一直看著他 Oh hey they will thank me for letting him wear my house shoes 他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謝謝我 把那件格文的西裝外套借給他 He hung it up On a hanger And put it in the closet 那個Hunt up Hunt it up 就是把那件外套掛在衣架上面 On a hanger 放在衣架上面 放好 然後歸回原位 放到衣櫥裡面 Put it in the closet 好我們聽聽看我怎麼唸的 原來 What the hell is everybody It's like a goddamn moig rack here I didn't even bother to answer him If he was some goddamn stupid Not to realize it was Saturday night And everybody was out was asleep Or horn for the weekend I wasn't going to break my neck telling him He started getting undressed Didn't say one goddamn word about Jan Not one Neither did I I just watched them On a day they would thank me For letting him wear my hamsters He hung it up On a hanger And put it in the closet Then When he was taking off Sty He asked me If I'd written This goddamn composition for him I told him it was over On his goddamn bed He walked over And read it While he was unbuttoning His shirt He stood there Reading it And sort of stroking his bare chest And stomach With this very stupid Expression on his face He was always stroking his stomach Or his chest He was mad about himself 好 好 看下面這一段 Then When he was taking off his tie He asked me If I'd written his goddamn composition for him 他拖領帶的時候 他就問 Tell him 你有沒有幫我把那個作文寫完 I told him it was over on his goddamn bed 他說我寫好了 放你床上 He walked over and read it Why he was unbuttoning his shirt 好 領帶拖完了 拖襯衫 一邊拖襯衫 一邊到床上 把那一張 或是那一頁 或是那幾頁的 Holden寫他 弟弟的 棒球手套的那個作文 好 就開始看 He stood there Reading it It sort of stroking his bare chest and stomach With this very stupid expression on his face 好 他襯衫脫完了 他在看 他手雷就在那邊 跟猴子一樣 這樣 摸自己的胸前 摸自己的肚子 然後摸自己的肚子 然後臉上露出了非常 stupid 很愚蠢的表情 He was always stroking his stomach or his chest He was mad about himself 他說 Holden很有觀察力 他說這個人啊 很喜歡摸自己的胸部跟腹部 像這樣子 有點像看一看說 欸 胸肌有沒有變大 然後那個肚子有沒有變成 那個 八塊肌變成 像中看齊變一塊肌了 這樣子 哈哈哈哈 檢查一下 然後他為什麼會有 stupid expression 為什麼會有很愚蠢的表情 因為他說他是不是看錯了 我不是叫你寫房間 寫房子 不過寫個什麼棒球手套 你在寫什麼東西啊 他就開始罵人了 For Christ's sake 突然間他就這樣 For Christ's sake Holden 他在搞什麼鬼啊 這是 這是棒球手套欸 你寫什麼棒球手套啊 你有毛病啊 哈哈哈哈 類似這樣子 好 So what I said Coldacell 那Holden其實已經有點不爽了 因為他很想知道說 他學長跟那個Jan他的鄰居 約會到底怎麼樣 很想聽一聽到底怎麼樣 他就是不講 然後扯東扯西的 那Holden也有點不爽 所以他就 也 喔 很 沒有禮貌 不是就很正面衝突的 你要找 你罵我 我就跟你嗆 他就講 So what 他就說 他就說 寫棒球手套怎麼樣 你不高興啊 有什麼意見 這樣子 跟他的學長嗆聲 哈哈哈哈 Coldacell 就是冷冷冷 冰冷冷的 冷冰冰的 一點 喔 那個聲音 一點溫度都沒有 What do you mean so what I told you It ought to be about a goddamn room or house or something 他說 什麼叫做 不然你要幹嘛 喔 他那個so what 是說 怎麼樣 你有意見 然後那個 What do you mean so what 他就說 你這句話什麼意思啊 什麼叫我有沒有意見 我不是告訴你 叫你寫房間 要不然就寫房子 之類的 你怎麼會寫去棒球手套 那個也差太遠了吧 你是怎麼跳到棒球手套去的 哈哈哈哈 他覺得說 你是不是在故意鬧我 然後 那後天就講說 You said it had to be descriptive What the hell is the difference It felt about a baseball glove 他說你說要有描述性 那 只要有描述性 我寫棒球手套也很有描述性啊 那有什麼差別 喔 就從很有描述性的眼光來看 棒球手套那麼有描述性 我寫的就符合你的要求了 你管他是房子 房間 車子 還是什麼 那Hoden是這樣想 就這樣回他 God damn it He was sore as hell 那個 sore是指生氣啦 心情就 喔 不好了 就不爽了 God damn it 就是他媽你在講什麼 然後就很生氣 He was really furious Furious是憤怒 極其憤怒 然後就開始罵人了 You always do everything black ass words 他說你喔 什麼事情你都是反的來 那個black ass words 我叫你搞東你就去弄西 我叫你向前你就往後跑 他反正就要跟你做對就對了 他說你每次做 你做什麼事情 你都是要跟我唱反調這樣 就是這個意思 He looked at me 然後就看著Hoden No wonder you're flunking the hell out of here 難怪你會被開除 你會被學校開除 難怪 你什麼都反得完 You don't do one damn thing the way you're supposed to 他說你沒有一件事情喔 是按照應該做的方法去做 你每一件事情都亂做 這樣子 該做的事情呢 你就給他反的完 不安排你出牌 這樣子 沒有一件事情按規矩來 I mean it 我講真的 我講真的 Not one damn thing 沒有一件事情 你是好好的去弄的 都是亂搞一通 那Hoden也很有個性喔 可能是雄心爆子膽 覺得那天晚上跟他 學長對決了 All right Give it back to me then I said I went over and pulled it right out of his goddamn hand Then I tore it up 他說 好吧 那你就還我嘛 他也不等他學長回覆 就直接過去 把他手上那個作文就直接抽回來 然後呢 撕成碎片 你不要我就把他撕掉 What the hell you do that for he said 他說你這在幹嘛 I didn't even answer him I just threw the pieces in the waste basket 他說 他也懶得回答他了 他就把那個 撕成碎片的那個他寫的作文呢 丟到垃圾桶 製子樓裡面去 這樣子 好我們聽聽看原來怎麼念的 27分時間掌握得還不錯 No wonder you're flunking the hell out of here Baseful glove Goddammit He was sore as hell He was really furious You always do everything back afterwards He looked at me No wonder you're flunking the hell out of here He said You don't do one damn thing the way you're supposed to I meant it No one damn thing Not one damn thing Alright give it back to me then I said I went over and pulled it right out of this goddamn hand Then I tore it up What the hell you do that for he said I didn't even answer him I just threw the pieces in the waste basket Then I lay down on my bed And we both didn't say anything for a long time He got all undressed He got all undressed Down to his shorts And I lay on my bed And a little cigarette He wanted out to smoke in the dawn But you could do it late at night When everybody was asleep or out And nobody could smell smoke Besides I did it to a noise through it later It drove him crazy when he broke any rules He never smoked in the dorm It was only me He still didn't say one single solitary word about Jan So finally I said You're back pretty goddamn late If she only signed out to 9.30 Oh 從後面那一夜來看 Then I lay down on my bed And we both didn't say anything for a long time 然後兩個火氣都上來了 要冷卻一下 所以他就把他的絲成碎片的作紋 丟到製子樓裡面 就躺在床上了 不理他了 兩個人就沒有講話一段時間 He got all undressed Down to his shorts And I lay on my bed And a little cigarette 然後他學長可能因為 剛回來裡面有暖氣 所以他把衣服脫了也不會著涼 就穿了一條短褲 那 Holden呢 就吃了雄心豹子蛋 在床上躺著就開始抽煙了 把煙點起來了 哈吵了 哈哈 那那個年代可能 抽煙是有 寝室裡面不能抽煙了 但那個年代抽煙的人口蠻多的 也沒有會打情語說 什麼吸煙有害健康 沒有這樣 You weren't allowed to smoke in the dorm But you could do it later night When everybody was asleep Or out And nobody could smell the smoke 他說 那個Holden很會沾漏洞啊 他說 宿舍裡面不准抽煙 淨煙 但是呢 你晚上偷偷抽 是不會被發現的 因為大家都在睡覺 你在趁人家睡覺的時候偷偷抽煙 But you could do it later night When everybody was asleep Or out 或是到外面抽 不是到外面抽 或是說 晚上 有人 已經出去了 像週六週日的晚上 如果有人睡覺了 很晚 或是說週六週日的晚上 有人已經放假出去了 沒有回來 那個叫 Or out When everybody was out 這樣子 And nobody could smell the smoke 你睡覺比較難聞到煙味啦 除非像我這種對煙很過敏的 你只要有一點點的煙 我就立刻驚醒 我這是比較怪的這種過敏型的 對煙過敏的 第二種就是說 人睡著了不太容易聞到煙味 第二種是 人根本不在宿舍裡面 根本也不會聞到煙味 所以他就找這種 這種空檔時間 很晚的時候 或是有人放假 不在寝室了 不在宿舍了 或是睡著了 那個時段 那今天剛好就符合 為什麼 禮拜六晚上 有人已經睡覺了 有人呢 已經回家去過週末了 或是還在外面玩沒有回來 好這樣 所以他就很大膽的 就把煙點起來 在床上抽 besides identity with noise 他說 除此之外 我為什麼要故意 在我床上點的煙抽 因為我要故意氣 Stradlator 故意氣他 那有可能 Stradlator本身不抽煙啦 第二個他是學長 他應該是不希望 如果自己不抽煙 他不希望說 你在寢室裡面抽煙 他不希望說你在寢室裡面抽煙 如果有人知道了 你違反校規 會看到到他 連做法 哈哈哈哈 因為他有可能是視障 這樣子 It drove in crazy When you broke any rules 他說 如果有人違反規定 不管是什麼樣的規定 他都會很 他都會喇工 這樣 He never smoked in the dorm 他從來不在 他是學長 Stradlator 從來不在 寢室裡面 那種宿舍裡面 寢室裡面抽煙 It was only me 只有我 這樣子幹 好我們再看看我原來怎麼唸 He got all along dressed Down to his shorts And I lay on my bed And little cigarette He wanted out the smoke in the dorm But you could do it late at night When everybody was asleep or out And nobody could smell the smoke Besides I did it to a noise for it later It drove me crazy when you broke any rules He never smoked in the dorm It was only me He still didn't say one single solitary word about Jan So finally I said You're back pretty goddamn late If she only signed out at 930 Did you make her be late signing in He was sitting on the edge of his bed Cutting his goddamn toenails When I'd asked him that Couple of minutes He said You the hell signed out at 930 on Saturday night God how I hated him Did you go to New York Did you go to New York I said You crazy How the hell could we go to New York If she only signed out at 930 That's tough He looked up at me Listen He said If you're gonna smoke in the dorm How about going down to New York How could we go to Jan toenails When I'd asked him that He still didn't say one single solitary word about Jan He still didn't say one single solitary word about Jan He still didn't say one single solitary word about Jan He still didn't say one single solitary word about Jan He still didn't say one single solitary word about Jan He still didn't say one single solitary word about Jan He still didn't say one single solitary word about Jan He still didn't say one single solitary word about Jan He still didn't say one single solitary word about Jan He still didn't say one single solitary word about Jan He still didn't say one single solitary word about Jan He still didn't say one single solitary word about Jan He still didn't say one solitary He still didn't say one solitary So finally I said 最後 Holden 耐不住性子了 他就講了 You're back pretty goddamn late She only signed out for 9.30 Did you make her be late signing in? 意思就是說 你這麼晚才回來 那你的約會的對象 那個 Jam 不是請假子請到那個門禁九點半嗎 你怎麼搞那麼晚才回來 你是不是讓他遲到 預駕了 這個意思 He was sitting on the edge of his bed Cutting his goddamn toenails When I asked him that Couple of minutes he said 他講 他呢就是坐在床上 還好是坐在他自己的床上 不是Holden的床上 床顏 在那邊剪腳指甲 所以那個 Holden很容易觀察別人的那個壞習慣 那個其實也不是壞習慣了 就是他會感覺到不舒服 他就擴大特別注意 比如說 Ackley在那邊跟他借剪刀 剪指甲 剪得滿地都是 現在他又看到 Strader坐在床顏 床邊剪腳指甲 但他不敢就這學長 他沒有跟他講說 你把他接好好不好 不要掉到地上都是 Couple of minutes他說 遲到了幾分鐘 這個不算遲到 He will have signs out for 9.30 on a Saturday night God how I hated them 他講說 怎麼會有人 在禮拜六的晚上還去請假請到9點半 他意思就是說 我認為有兩個意涵 一個是騙那個Holden 認為Holden很好騙 騙他說請假請到9點半 事實上不是9點半 所以他就講說 怎麼會有人請假請到晚上9點半 是誰啊 有這樣的人嗎 God how I hated them 他就說 我真是很痛跟他 是不是被他騙了 被他擺一道 Did you go to New York? I said 你們有沒有到紐約去 You're crazy? How the hell could we go to New York If she only signed out for 9.30 他說你瘋啦 如果那個Jan晚上9點半就要收假 我們怎麼可能到紐約去呢 那不是回來就來不及 一定遲到 一定預假 這樣子 That's tough 然後那個Holden就講說 對啊 那滿難的喔 如果9點半要收假 還能跑到紐約再趕回來 而且不預假的話 那滿難的 You're back pretty goddamn late You're back pretty goddamn late If she only signed out for 9.30 He looked up for me 他就撿腳自家撿一點 忽然抬起頭來看著Holden Listen He said 然後他講的挺好 If you're gonna smoke in the room How about going down to the camp and do it You may be getting the hell out of here But I have to stick around long enough to graduate 他學長警告他了 他說你聽好 你如果真的要在房間裡沒抽煙的話 你為什麼不到廁所抽呢 你覺得外面太遠走出去 太遠了 你到廁所去抽 那你要走了 可是我還要留在這邊等到熬到畢業 你不要看他到我 But I have to stick around long enough to graduate 我還要在這邊待到畢業 還好長一段時間 你不要到時候 你沒走我先走了 我先被開除了 39分鐘我們到54頁 然後我把它用慢版 正常版 慢版剛剛念完了 用正常版再念一下 同學做個比較 今天講兩頁 好從這邊第六章這邊開始 新的章節 好這邊第六章開始 我就開始用正常版念一念 同學做個比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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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好 the bathroom when i worry about something only i don't go i'm too worried to go i don't want to interrupt my worrying to go if you knew stradlator you'd have been worried too i double dated with that bastard a couple of times and i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he was no scrupulous he really was anyway the corridor was all linoleum the corridor was all linoleum and all and you could hear his goddamn footsteps coming right towards the room i don't even remember where i was sitting when it came in at the window or in my chair or his i swear i can't remember he came in griping about how cold it was out then he said where the hell is everybody it's like a goddamn morgue around here i didn't even bother to answer him if he was so goddamn stupid not to realize it was saturday night and everybody was out or asleep or home for the weekend i wasn't going to break my neck telling him started getting on dressed he didn't say one goddamn word about jam not one neither did i i just watched him or he did was thank me for letting him wear my house tooth he hung it up on a hanger and put it in the closet then when he was taking off his tie he'd asked me if i'd written his goddamn composition for him i told him it was over on his goddamn bed he walked over and read it while he was unbuttoning his shirt he stood there reading it and sort of stroking his bare chest and stomach with this very stupid expression on his face he was always stroking his stomach or his chest he was mad about himself all of a sudden he said for christ sake holden this is about a goddamn baseball glove so what i said cold as hell what do you mean so what i told you they have to be about a goddamn room or the house or something you said it had to be descriptive what the hell's difference if it's about a baseball glove goddammit it was sore as hell he was really furious you always do everything back ass words he looked at me no wonder you're flunking the hell out of here he said you don't do one damn thing the way you're supposed to i meant it not one damn thing all right give it back to me then i said i went over and pulled it right out of his goddamn hand and i pulled it up what the hell you do for leftward he said i didn't even answer him i just threw the pieces in a waste basket then i lay down on my bed and we both didn't say anything for a long time he got all undressed down to his shirts and i lay on my bed and lit a cigarette you weren't allowed to smoke in the dorm but you could do it late at night when everybody was asleep or else or nobody could smell the smoke besides i did it to annoy us throughout later it drove him crazy when you broke any rules he never smoked in the dorm he was only mean still didn't say one single solitary word about jan so finally i said you're back pretty goddamn late if she only signed out for 9 30. did you make her be late signing in he was sitting on the edge of his bed cutting his goddamn toenails when i asked him that couple of minutes he said do they have signs out for 9 30 on a saturday night god how i hated them did you go to new york i said you're crazy how the hell could we go to new york if she only signed out for 9 30. that's tough he looked up at me listen he said if you're gonna smoke in the room how about going down to the can and do it you may be getting the hell out of here but i have to stick around long enough to graduate oh of course we on this one 他後來緊張到連廁所都不去了 然後 觀察到他學長走路的腳步伸 他觀察出來然後 突然忘記越走近越緊張 等到他學長進來是完全腦袋一片空白 忘記他到底是在幹什麼 然後後面就是跟他學長 因為一些事情 包含他幫他寫的作文 被他學長幹掉 他覺得寫得那麼好怎麼還被學長幹掉 這樣子 然後就乾脆把他撕掉 這個其實我是用這個做結尾我看那個心靈捕手 那個Matt Damon 演的那個心靈捕手雖然是虛構的 但他裡面有一個情節就跟這個很像 就是他去 被數學教授規定說 你要來做 按時 每個禮拜還多少時間要到我的研究室來 跟我一起 做我的數學題目 結果呢 他就覺得很無聊 因為那個題目對他來講太簡單了 然後有一次 他的教授就 那個數學系教授就 越題目越弄越難 難道他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做 結果被那個學生做出來了 他就一直問他說你 可不可以教我怎麼做 你可不可以教我怎麼做 你怎麼想出來的 那個 那個 那個Matt Damon演的那個主角 就覺得很無聊說你 你為什麼要很 為了這種事情一直問我怎麼做呢 因為我來這邊已經很不爽了 要不是因為犯錯了被規定要來這裡 我跟你不會來 最後兩個人就 因為意見不合超起來那個 那個Matt Damon就把 打火機拿出來把他寫的東西燒掉 哈哈哈哈 結果那個教授大親 你怎麼把那個東西燒掉 趕快去救 跟這個有點像 他寫了那個作文 他其實認為自己寫得很好 學長不但沒有讚美他 還把他罵了一頓 說你啊每次就是 倒行逆施 該怎麼做你非要反得完 沒有一件事情搞對的 難怪你會被踢出學校 他 他反正學長罵他作文他就把他撕掉 那就不要嘛就丟到那時候 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可以 讓我們了解到很多事情 你從不同的 角度 跟面向去看往往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好很多事情不是我們 一般人想的那個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就48分鐘差不多到這個地方就結束了 今天應該提前了 大概提前了一個小時所以應該不會耽誤太多時間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個地方感謝大家晚安 我們來為了解 拍到別的確認真正確的